何必以為,我們現在的系統匯豪進行 公務局的路燈工程管理處在一百十一年 曾經有二三,有這個文 這個文到達後,我們本身就一一來做 三零一地號,農域、園域、林內、生物科技、休閒農業計劃一室 這個工程是這麼大幅 經查本次月以一百一十一年四月二十一級市府相關單位共同營商 士林區翠山段二小段三零一地號,私有土地 你使用翠山段一小段三零九地號風景保護期 我在這邊講一下,就是說這邊其實台北市府歸為移農募用地 作為連接通行使用會議結錄 請申請單位確認翠山二小段三零一地號的實際使用用途 三零一地號我們是要連接到三零四 所以我們最近的開會結議就是用通路去申請 以確認後續通路申請適用的法案 預計及申請受理機關 另本案若有關涉農入之需求先向農入管理機關 確認農業使用行為可行後 再檢記相關證明文件向土地、潛管、機關申請通路 謝謝你對市府的關心與指教 若你對本次恢復內容有任何疑問歡迎聯絡承辦人 這些聯絡人我本來是有那個妹妹給他 沒有妹妹已經封鎖掉 禪內發展局是111年12月13日處理完成 叫他這麼說 有關貴公司法令你辦自辦市地重劃意思 禪內發展局這麼說 使用翠山段一小段369作為連接通行使用先行准洗代地通行行部分 非本及前者以請該土地管理機關本府公務及公園路頓管理處淨處回覆 至於本市翠山段二小段301地號土地使本市林地 涉及林地之使用及開發範圍規範 並請本府公務及大地工程所林鄭業務主管機關回覆 這個目前是目前還沒有回覆 但是我大概知道 不過他這麼寫 以上如設農業集公、景公、連接通行使用 所以我剛才也講過 因為設計304的移農目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兼通行使用 但是我們會依據農業發展條例 第十條及第十二條規定 變更為非農業使用 就是這一條路把它變更為非農業使用 並以農業用機變更回饋金 剝繳及分配利用辦法繳交回饋金 這個是產業發展局董小姐的答案 我本身去找農業用地 其回饋金之繳交基準如下 一、便更供農於業產、製、儲、消、休閒及其他農業使用之相關設施 一、便更邊定面積與貨准便更當期公告土地限值成績3% 未計算基準 二、便更供前款以外之事業設施使用 一、便更邊定面積與貨准便更當期公告土地限值成績5% 實為計算基準 法規名稱 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剝繳及分配利用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105年5月25日 第一條 本辦法依農業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十二條第三 項規定定定制 第二條 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 屬下列情形之一 則便以本辦法繳交回饋金 一、一區域計劃法編定為非都市土地農業用地、營業用 一、養殖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活土保安用地、便更編定為其他使用地類別 二、都市計劃農業區、保護區農業用地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 三、國家公園範圍內之農業用地便更做非農業使用 四、非都市土地農業用地辦理新定或或大都市計劃使用 五、農業用地做非農業使用性質之容許使用或臨時使用 前向第一款各種使用地應變更使用、依法便更編定或維持、為水利用地或國土保安用地者 仍應計劃便更使用面積、依第三條及第四條計收回饋金 四、後有在依法便更做非農業使用情形者、免重附計收 第一項農業用地便更使用按鍵屬山坡地範圍者、應依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办法規定 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免依本办法繳交回饋金 第三條、依前條規定硬繳交回饋金者、除以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办 旅者外,其回饋金之繳交基準如下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以便更使用面積與貨准變更當器工 高土地限值成績50%未計算基準 一、國家公園範圍內農業用地便更為非農業使用 二、應開發由氣設施區、住宅社區或工商綜合區 三、應開發工業區便更為丁種建築用地、礦業用地或採取土石使用 四、做前三木及第二款至第四款以外之其他使用 二、應開發工汽車駕駛訓練班、汽車運輸業停車場、站、客或運站及附属設施使用申請便更為交通用 一、以便更使用面積與貨准變更當器公告土地限值成績版、40%未計算基準 三、應私人開發工道路使用申請便更為交通用地或私設通 一、以便更使用面積與貨准變更當器公告土地限值成績版、20%未計算基準 四、申請便更為交通用地、以便更使用面積與貨准變更便定當器公告土地限值成績1%未計算基準 四、前項所稱便更使用面積,只依法申請便更編定、可准容許使用或臨時使用之面積 第四條、非都市土地範圍內農業硬地便更編定為特定入的是業用、地者 其回饋金之繳交基準如下 一、便更工農於業產、製、儲、消、休閒及其他農業使用之相關設施 以便更編定面積與貨准變更當器公告土地限值成績3%未計算基準 二、便更 從前款以外之事業設施使用,以便更編定面積與貨准變更當器公告土地限值成績50%未計算基準 第五條、都市計劃範圍內農業用地便更為非農業使用者 其回饋金之繳交基準,以便更使用面積與貨准